东里派出所远警在晚间执行巡逻情务时 接获男子报案说自己身处在安通越岭古道 体力透支无法自行脱困 经过四个小时之后呢 救援小组费劲千辛万苦在上山路段四公里处 发现这个男子最后是由救护车载送下山 索性没有大碍 接近到了晚上都会下起大雨 山区的雨势越晚也越大 日前东里派出所警员晚间执行巡逻情务 接获男子报案自己身处在安通越岭古道 已经体力透支无法自行脱困 报警求助 远警先是联系东里消防队共同诊庄出发 救援队伍不受与事影响 从玉长公路路段上山翻山越岭 同时也联络住在古道上的林长林天青 经过四小时之后救援小组费尽千辛万苦 在上山路段四公里处发现男子 虽然这名男子表示身体无恙不需前往就医 承袭男子已经无力行走 远警建议应该要前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视 最终以救护车载送下山 救援行动在午夜时分结束这一次的行动 区者高松松预证采访暴动